不能因为一两个人 就一杆子打翻一传人 这是不公平的事 而且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我是好人 但你现在这种想法 让我觉得很担忧 担忧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来之前 你就先对这个圈子绝望了 那就麻烦了 这个圈子里面 还是有很多好男人的 又有钱的 又帅的 尤其打得又好 又不瑞粉的 把基地当成和尚庙 就差每天起来念一遍心经了 谁啊 我 所以 之前的问题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试一试 试什么 我 你 诚哥 麻烦你安套路出牌行不行 你这样一下一下我可受不了 同样的耿耀玩几次才拟 我告诉你啊 这次我可不怕了 去哪儿啊 坐我回来 你干嘛 我说什么了你就这样 我是让你跟我就地入洞房了吗 你 你别乱说啊 陆思诚 我告诉你 跟别人表白 不是用这样的语气 这样的表情的 孔雀求偶都知道开评的 你怎么能这样 哪样 凶 那我温柔点 你就答应了吗 你看 你沉默了 我真的想把简阳和许泰伦 拉出来打一顿 关他们什么事 你找个镜子照照看 你刚刚的表情有多可怕 原本好像在等等 至少拿个总款军什么的 才跟你说 现在好了 看到你这个表情 我就知道不行了 要是再来个许泰伦这样的 不用等到总决赛 你就已经归义我佛了 毕竟这个圈子里面 人渣也挺多的 不像我 我很好当 我很好当 要不等到全国总决赛 拿到冠军之后再说吧 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你该吃药了 你这人有没有原则 早在你上次问我是不是一个 无所畏惧的完美人设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不是了 如果我坚持原则的下场 是看着我心爱的女人 跑去尼古湾里面敲目鱼 那我坚持原则干什么 坑我自己吗 所以 是我自作多情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那为什么要在椅子后面 装作一副被抛弃的小狗的语气 让我不要去见相亲对象 那我是要被拒绝了 不敢 那你答应我了 也并没有 那我知道了 你只是单纯的想被揍而已 你看 就是这种语气 队长的语气 对爸的语气 老爸的语气 随便是什么语气 反正就是不像男朋友的语气 我说的男朋友又不是说你 你笑什么 把嘴角放下来 你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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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男朋友的语气 不给个机会试一试怎么知道 你别摇我的手啊 老男人还撒娇 犯规 你考虑一下 给你两个小时时间 晚上九点之前 为什么是九点啊 因为那关火到晚上能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把头发擦干 别着凉了 以后还要采访